您好 欢迎收看10月4号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为了了解各乡镇市地方建设需求 县长徐中卫率领着建设处 圆明处 农发处 4号是来到了秀林乡 由秀林乡长王美贵陪同县长徐中卫 前往了文栏 铜门 水源 嘉明 还有景美等地方来说明地方几破的建设 包括了排水沟的兴建 挡土墙等等 县长徐中卫也指示各局处要配合乡公所施作 保障村民的生活品质 秀林乡长王美贵 秀林乡名代表插培伙 文栏村长田文才和主任们4号陪同县长徐中卫 和各局处首长4号则是来到文栏村 来视察地方的需求 虽然徐中卫也指示云处和建设处要协助办理 另外同门村三刀老街边坡新建的问题 县长徐中卫也指示各局处能够用最好的方式 协助地方来提报计划来新建 另外水源地区在排水沟工程和建美村 互联新建等需求 欢迎政府则会协助办理 今天曾卫和王美贵乡长 还有秀林乡所有的村长 对于秀林每个村的一些民间 乡亲提出来的需求 透过村长以及这个玫瑰乡长 我们一起共同来会看 希望能够给这个我们所有的乡亲 有一个更好而且更安全更便利的一个生活的环境 还有交通的设施 所以今天看了几个村 然后整个无论是挡土墙或者是水沟清淤加盖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边波护栏 那另外就是我们的这个道路旁边的这个护栏的部分 大概都是民之所需 而且也都是这个乡亲比较急需来改善的 那今天特别玫瑰乡长也一同不同 那我想花莲县政府全力来对于我们地方建设和乡公所一起 让居民能够更安心地住在花莲 而且花莲是一个宇居的城市 更是欢迎大家等于我们来花莲 现在许村表示 这次是由乡亲相公所和村长们提案的地方建设 对地方而言可以说是相当的起迫性 花莲县政府也会持续追踪地方的新建案 来保障村民们的生命产生安全 同时也改善部落的生活品质 记得就像休闲会导